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牙医师吴志浩长期在花莲地区为身心障碍者以及儿童服务 已做就是七八年 不过他也感叹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 希望可以有更多牙医师一起加入他的行列 当初刚开始去玉璃或许只是单纯去燃烧日记的热情而已 比较是人道主义的观点去触发 很单纯的是我想去需要医生的地方 这些病人就不用跑那么远 就很单纯 非常地单纯 他从建议区就一直到现在 也是好多年 前后有七八年了 那种精神真的可嘉 由于对临床医学的反省 吴志浩走出诊间 开始在花莲各身脏机构推展预防医学 教导机构内的院生和照护员刷牙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机构在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机会踏进去 因为它是一个围起来的一个世界 一般人其实平常几乎不会接触 对于年幼小朋友 这是比较大的挑战 大概只是诱导他们去认识牙齿 对刷这些事情有兴趣 然后愿意去抓握牙刷 练习这个动作 就像他去抓握一个汤匙一样 吴志浩医师为偏乡奉献付出的精神 值得敬佩 接着带观众朋友去看 另外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影片当中的主角 他虽然只有一只手 但是一点都不阻碍 他实现梦想的渴望 影片的主角是一位 那个在叫庄义轩的同学 他最特别是说他 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就只有半句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 就是他有家人是尖导圈 他可以透过他的努力 找到人生的一个方向 他的人生就 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影响 公民记者用心进行影像的记录 不需要太多言语的描述 带大家看见生命的正面能量 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都有像这样子的人物 他们用心燃烧着自己的热情 或许是帮助别人 或许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公民记者用心记录着这样的故事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 能够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